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在这里来看一下昨天的市场情况 昨天在澳洲方面的股市是再一次创出过去两年以来的新高 澳洲200昨天上涨了大约是0.3% 收盘是收在5929点 中国方面昨天A股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上证指数是收盘创出15个月的新高 上涨0.6%收占了3288点 深圳方面也是同样上涨大约是0.5% 收盘是收在10650点 而欧洲方面整体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 是三个国家英法德是两个上涨一个下跌 但是最大的幅度也都是在0.5%以下 美国方面也是基本保持了前一天的收盘价 虽然有轻微的下跌 但是最多的也只有0.2%左右 那么除了股市方面 在其他方面的黄金价格 昨天因为特朗普是发布了最新对于朝鲜潜在的行动的一个推特 导致黄金价格在昨天是大涨接近于17美元 创下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的最高价格 同时石油价格昨天也是再一次上涨0.5% 目前是达到了3月1号以来的最高价 那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我们跟大家着重就来再一次说一下 目前就是美国航母集结对于朝鲜潜在行动所导致的目前市场影响 那我在两周之前跟大家说到过呢 这个我本人长期是看涨黄金 但是如果大家属于比较保守的投资者的话呢 可以在黄金站稳了1250这个价格之后再去考虑进场 什么叫做站稳了1250呢 通常来说就是指的它的周线图在1250以上 也就是说它要从周一到周五连续五个交易日保持在1250之上 那么在过去的两三周里面的黄金价格始终大部分时间虽然是在1250之上呢 但是也有少数几天是跌破了1250 那么当然的话呢 从现在来看它已经比较稳定的保持在了1250之上 特别是在昨天晚上更是一鼓作气 直接是冲破了过去几个月以来的新高 达到了1270的高度 当然了黄金这么快速的上涨一定有它的原因 通常来说不是股市的大跌 就是有什么天灾人祸或者是战争发生 所以我们昨天晚上稍微一查就可以看到 国外各大媒体都争相报道的是 特朗普通过自己的推特发布了一条信息 说到现在朝鲜实在制造麻烦 如果中国能帮忙自然是最好 如果是中国不帮忙的话 美国也会独自解决问题 这则推特随着美国 同时调动航母舰队向朝鲜海域逼近 使得潜在对朝鲜行动的可能性不断增加 因此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 黄金价格目前是再一次出现了大涨 我记得在周一的时候有个朋友跟我说 他当时说到上周已经打击了叙利亚 那么美国有可能再一次对朝鲜动手 因此他在问我是否应该提前的买入黄金 当时我跟他说我们是不希望朝鲜有战争 并主要是因为朝鲜距离中国太近 即便是真的有战争 我们在黄金上面有所收益 但是对于我们在国内的亲朋好友 以及我们在国内的投资 势必会有更大的损失 但是说归说 如果我们客观的从金融市场的走势来看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光是现在的气氛和压力 就已经让黄金出现了连续性的上涨 那我们都知道黄金目前是在上涨 那我们知道也知道美元将在今年连续进行加息 可能大家有个问题就是呢 这美元加息那就是意味着美元会升值 那美元升值之后 以美元来定价的那些产品 比如黄金 比如石油 他们按理说定价的数字就应该下去 现在怎么不但不下去 反而还上涨呢 那虽然我们知道呢 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 美元和黄金虽然是以美元来定价 但是呢 他们的价值却一直在变化 准确的说呢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黄金也好 石油也好 它并不是像牛奶或者苹果一样 基本是恒定价值 这两个产品呢 由于其特殊的属性和战略物资 或者说是国际货币 所以它在人们心中的价值 是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在改变 不是像我们买一瓶牛奶 比如说在澳洲 两澳元十块钱 贵一点的也就三块钱 但它不可能变成十块钱 但是黄金则不一样 在正常时间 甚至于美国在大量印钱的时候 可能黄金只有1000都不到 但是呢 如果在战争濒临的时候 甚至于世界上金融危机的时候呢 黄金价格则有可能飙升至1800 1900美元 所以说呢 这个产品在人们心中价值的不同 使得黄金和石油呢 它并不能像我们传统意义上 对于这个固定产品的定价 来这么来衡量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也会影响到黄金和石油的走势 就是什么呢 就是通货膨胀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物价 我们知道呢 这个物价上涨啊 一直是近几年 各大央行的努力的目标 那么在经过连续的印钱之后 以美国为首 包括像欧洲 像日本央行等等 各自呢 已经发现了 他们的货币开始缓慢的 出现了通货膨胀回升 这对于经济恢复 自然是件好事 但这也意味着呢 物价将会在未来 逐步开始上涨 那我们之前说到呢 黄金除了一个避险作用之外 另外一个重要属性 就是保值 包括石油也是一样 所谓的保值 就是意味着 即便是在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的背景之下 它依然能够维持其原有的 价值 这势必呢 就意味着它的本身的数字价值将会上升 所以说在目前全球经济重新开始回暖 特别是美国欧洲日本重要国家的经济 特别是他们的物价开始上升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即便是没有战争 即便是没有天灾人祸 那么黄金和石油的价格 以美元来定价的话 依然会出现和物价同样的趋势 也就是缓慢的上升 那么接着我们要说一下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 在今天晚上的澳洲时间晚上六点钟 中国时间晚上下午四点钟 是英国行长讲话 再过半个小时到六点三十分 是英国的平均时薪和失业率数据 到了晚上澳洲时间十二点钟 是加拿大央行对于家园的利率决议 以及十二点三十分的每周一次石油储量数据 所以说今天晚上对于英镑和对于家园来说 还有对于石油来说将会非常波动 那么最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个 今天介绍的产品是什么呢 就是美元对日元 我们知道日元由于其属于一个避险性的货币 所以每一次出现天灾人祸或者是战争逼近的时候 它的价值都会上涨 我们看到这个日元从2016年几乎整一年都在上涨 原因就是之前美元 之前加息从说好的四次变为三次变为两次 最后变为一次 但是这个趋势在11月份正式被打破 11月份的时候 也就是特朗普当选之后 美元开始重新反弹 从11月一直是涨到了目前的4月份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呢 这个是一个日线级别图 也就通常是我们所说的中长期趋势图 在日线级别上 目前日元已经打破了从去年11月以来的一个下跌 换句话说就是现在是开始日元上涨 美元下跌 那如果朝鲜问题进一步形势进一步恶劣 甚至于真的开始动武 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日元将进一步升值 换句话说 每日的走势将会进一步向下探低 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抄底美元对日元 大家要切记小心 起码要等它回升到目前我们说的通道线以上 大约是在111.50之上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